印尼雅加达发生连环爆炸 引起恐慌 白格斯市访问一名人在雅加达的中国籍教师 他说学校距离爆炸市区有一段距离 家长们也赶到学校把孩子接走 你已经把孩子接回家了 从学校你还是需要你接回家了 我们也在等学校的通知 所以目前有停课了吗在那边 没有没有 课还照样在正常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